这个部分 我们来处理圆角 圆角的部分的话 就是这边前面有一个10 后面这边是5 然后到一圈也是5 所以这边有圆角 然后接下来的话 输入REnter 给它先10Enter 接下来的话 点一下这个地方 前面这个 这个 前面这个圆 然后按进Enter 然后这边的话 再点它一下 这个地方再点一下 按Enter 或按空白键 好 这个部分的话10就完成 接下来的话同样在圆角 圆角我们要处理刚刚的部分 REnter 5Enter 接下来的话 选第一个物件选这里 好 接下来的话按Enter或空白键 然后在这里的话再选其他的 1 2 3 4 好 选完之后按空白键或Enter 这样的话就处理完这个圆角的部分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上礼拜有提到 那个薄壳 跟这个地方要挖一个孔 挖一个孔 那挖一个孔的话不需要穿透过去 所以这个等一下有一个用插旗的方法 做一个圆柱就好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薄壳部分 那薄壳部分的话上礼拜有提到就是 第一个点这个薄壳 然后他要选一个3D实体 你就选这个3D实体 第二个动作记得不要马上按Enter 记得就移除一个面 因为我这个孔要挖在这里 所以第二个动作 第一个是选实体 第二个是选一个面 那面的话请你不要点到底下的线 就这个面就对了 点一下 那底下会出现找到一个面 移除一个面 所以上面这个面就不见了 再来按一个空白键或Enter 好 那距离的话这边要多少呢 5嘛 有没有 右视图里面有5Enter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那其实你可以切换到其他模式来看一下 这边就挖一个孔 好 再来的话这边凸出来这个地方 这个圆柱要挖一个孔 那这个半斤应该是多少呢 30一半 15 那一样的方法 那你可以用插几 把这个圆柱插几掉 有没有插几 因为这个地方用插几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也就是说我一样的方法 在这个孔上面呢 再做一个什么呢 再做一个圆柱 那把这个圆柱